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别人是越老越缺钱,这三个生肖,确实越老越家财万贯。 生肖羊,山羊胡子长得越长,越是代表在种群里地位崇高,换作属羊的人,年纪越大,就越是富贵安康的相职。 他们的见识年年增长,才智过人,性格还能越发稳重,不容易被外界的风花雪月所引诱,一辈子踏踏实实存自己的钱,因此活到百岁,就能富到百岁,年年不缺钱,更能保持好身体。 十之八九的蜀羊人,最终都能做人锐,钱包更能丰硕厚实,生肖兔,俗话说兔子的尾巴长不了,可现实中,蜀兔人的寿命总比别人要长,他们心思细密却不纠结完美,有些敏感但能释怀不如意,一切烦心事都能化作云烟,越老越能逍遥自在。 他们的财运更是一年比一年好,总能化险为夷,逢凶化吉,多少钱财花出去都能赚回来,年纪大了更能厚积勃发,最终比谁都富,家财超万贯,生肖鸡,雄鸡一唱天下白,真正能打名的雄鸡,往往都是有一定年纪的。 蜀兔人年轻时是有些浮躁,但一辈子总能厚积勃发,志向永远很高,年纪再大,也是事业场上的一把好手。 在别人,忙着带孩子带孙子的时候,蜀兔人更能比别人赚得更多,中晚年事业场上还能绽放光彩,50岁后灌红昂首,金鸡独立,照样做家庭的顶梁柱,钱财全是样样皆来。 大富大贵是必然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人穷至不穷的生肖,早年生活不易,后天靠自己能得到家财万贯。 生肖龙,龙年出生的人性格坚毅,属于比较内敛的类型,虽然锋芒补外放,但他们身上的财气,始终是会被人发现的。 属龙的人,如果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家庭里,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怨天再道,而是保持住积极乐观的心态,服从生活,但又不满足于现状,比别人更加努力地去奋斗。 所以他们,就算年轻的时候没有钱,但一般都到中年,会慢慢富裕起来,比如说中国首富马云,到了快四十岁,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帝国。 生肖狗,狗年出生的人老是厚道,性格善良的他们不善于说话,对于社会丑恶,他们也是非常不齿的,所以他们会保持住一颗纯洁善良的心,而不会因为想赚钱,而埋没了自己的良心。 属狗的人,如果目前过的日子很苦,也不要气馁,他们的勤奋和忠诚,很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。 在这个讲究人脉关系的社会里,属狗的人格会帮助他们收获朋友,而朋友是能够给他们,带来地位、财富和金钱的。 生肖蛇,蛇年出生的人,性格比较容易极端,对于他们来说好和坏,是有明显的区分的。 不存在灰色地带,属蛇的人在平时里,待人处事也是一样,直性子,不惜屈颜复事,更不喜欢高攀八戒权贵。 一向我行我素的他们,专注于自己的人生,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。 所以说,属蛇的人是大器晚成的,因为没有人能够随便成功,而他们靠住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。 事业是越做越大的,财富也是逐渐累积的。 属猴的人,有些属猴的人们,是出生在贫寒的家庭,所以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,还是很强悍的,不得不佩服他们,能够吃苦也能够享福。 他们不会被困难和贫穷打倒,更不会向命运低头。 从小的时候,他们就非常努力读书,长大之后也能够好好工作。 这样一来,他们就能够为自己打造一个更好,更舒适的环境,去获得更大的成就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这四大生肖表面普普通通,其实是个隐形大富豪。 生肖蛇,鼠蛇的人,是最会隐藏自己实力的一个人。 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,是知道数大招风的道理。 所以他们,总是表现得特别的低调。 在现实生活当中,生怕别人知道他们有钱。 因此他们总是穿得特别的朴素,从来不会穿贵的衣服。 每件衣服都穿得很廉价,并且吃得也相当的朴素。 因此,属蛇的人,总是在表面装出一副寒酸样。 其实他们却是一个大土豪。 生肖牛。 属牛的人是一个,非常喜欢装傻半愣的一个生肖。 因为他们特别讨厌别人,知道自己很有钱。 所以他们就会通过装穷,来表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。 在平时他们,都会表现得特别的低调。 总是吃最简单的,穿也是穿得最廉价的衣服。 所以在外人看来,一定会认为属牛的人一定很贫困。 其实他们才是拥有大智慧的人。 看起来穷酸,其实是相当的富裕。 生肖鸡。 属鸡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 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,也非常喜欢隐藏自己。 在平时都表现得相当的不输给别人。 看来他们就是穷人一个。 但是属鸡的人他们,却是一个非常不愿意服输的人。 即使现在在贫困,将来他们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, 赚取不菲的财富,并且属猴的人。 他们是一个最隐形的低调富豪。 生肖猪。 属猪的人特别的聪明。 且擅长计算和计划, 很多事情都是心中有数。 但不明说, 假如他们有了什么好事和喜事, 也不会像卖张扬。 显得很低调谦逊。 即使是自己赚了很多的钱, 也不会拿出来炫耀。 他们表面看上去, 总是一副憨憨的样子。 其实属猪的人财运很旺盛, 常常日尽斗金。 只不过他们一向就很低调, 历来也不会炫富。 更不会随便跟别人说, 自己到底赚了多少的钱。 而且属猪的人平常衣着朴素, 生活简单, 因而看起来他们, 就像是过注贫寒的生活。 可是只有真的跟他们, 很熟的人才知道, 他们是隐藏起来的富豪。 有的富得流油, 可不要被他们的假象所骗哦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